香港的吞拿魚我通常都會認為是拆膠 因為看上去又像拆子膠 你吃下去都像拆子膠 我吃過拆膠的 這個吃不吃你喊的 你吃什麼?我上次吃得很夠 我懷疑就是上次 你怎麼會你會愛的? 你吃不吃和牛嗎? 我一般的 你不是很喜歡吃和牛嗎? 我好像跟你說過我喜歡吃和牛 呃...鬼飯吃的 和牛是這麼好吃的 我們來調轉 哦... 很好吃 我什麼時候有跟你說過我喜歡吃和牛 真的嗎?我有說過 我以為你喜歡吃牛的感覺 哈哈 大家好,歡迎收看二字大國際 歡迎收看 驚車牛油? 是的 原來今天都是驚車牛油 當然是驚車牛油啊 排隊了 對不起,我現在說話有點噁 因為現在是早上8時 都聽過了,就說很難排 排極都排不了 來一來,我先來 那我之前沒有吃壽司狼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不想排隊 很想排隊 咦? 很少人而已 這個就是這條隊了 7時起床的好處 Joyce到了啦 我到了啦,辛苦你了 我們拿到5號票 排到10時 對,到現在就10時了 那麼排了2個小時了 是不是在這麼多拍片的人來說 算是排最少的那個? 沒有拍到後面 現在還有很多人排隊 很多人啊 你看,好像去了不知什麼剪 但是我看那些食評 就不要太期待 如果你太早來這個商場排 例如你8點過來 在這個位置的商場是沒有通風的 就是很焗的 大概去到8點半左右 這個商場才會開始有通風 所以記得帶風扇仔 它沒有紙巾的 光紙巾 噢,它壞了 它沒有紙巾 你是不是沒有啊 我沒有啊 唉唷,你壞了 我應該覺得很多男士 不會幫女朋友戴紙巾出街 所以我還是自己戴 看不到你的樣子 嘩,拍到沒有了 我對於海膽的興趣比較不大 但我對於所有吞拿魚都很大興趣 快點碰所有吞拿魚吧 好像很貴,但我也打算這樣做 在香港的吞拿魚 我通常都會認為擦膠 因為看下去又像擦子膠 你吃下去都像擦子膠 我吃過擦膠 你怎麼吃擦膠 他們有沒有吃過鉗筆 小時候會吃擦膠 鉗筆也吃過 片... 你拍片拍你吃擦子膠 可能更多人看過你 快點點東西 那12元就能夠吃擦膠 我覺得那個聲音很治癒 我很喜歡 然後你就是這樣 酒精飲品是 啤酒 麥芽啤 還有威士忌梳 威士忌梳 日本人很喜歡這樣做 蝦波 叫做蝦波 嗯 我還沒吃 我吃過蝦蝦 我還沒吃過蝦蝦 我還沒吃過蝦蝦 那飲品只有這麼多 可樂 零行可樂 雪碧 芬達 零公茶 什麼特別的 我全部都試一試 好切大菠蘿 一定要 但一個只有一個 沒辦法 都會試的 雖然很貴 你的E-Z不是叫我這麼多 不是啊 我不懂 原來一次過最多是開點八度 海膽厚切大菠蘿 大菠蘿啊 試不試蝦蝦 我不試我吐過了 因為蝦蝦 你的頻道沒有玩 吐了是玩嗎 吃點芭蘿 我都不吃了 這個風光的三文魚是什麼事 好像不是很新鮮 好像用膠做的 你的手在那邊沒有吐一下 不是 充電器 冷靜一點 那些人不知道 我拍過來一點點 這邊錯了 美女一個人吃壽司 好恐怖啊 你的手還要插到 我聽不聽 吃那邊呢 然後我就說 什麼東西吃 沒有啊 她很喜歡吃茶碗證 很喜歡這枝 喜歡這枝 大家一起用JoyJoy說生日快樂吧 謝謝 記得下面沒有我們說生日快樂嗎 很鹹啊 我想說她的醜不正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有顆冬菇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冬菇的人 我也是 一人一碗呢 一人一碗 但它的菇沒有什麼味道 但它的菇不好吃 好像很粉啊 沒有菇味 第二令我失望的是 通常有顆蝦在裡面 但它只有蝦仁 我最喜歡吃蝦仁 我最喜歡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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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按它離開 好像拿完它就會自己離開 超好吃的 這個是最費的刷子膠 最便宜的 12元一碟 6元一塊 暫時最差的 吞拿鱼 我吃過的應該是曾鮮的 曾鮮現在有另一隻 我不是說他們所有吞拿鱼 是以前 曾鮮吃得最便宜的吞拿鱼 那這個就水潤一點 哇 飯很鬆 混蛋 一格就散 看看湯飯 它比一般的刷子膠 軟身一點 很差 又不是很差 又不會積極 但又不會太硬 都不錯 我們試試這個火隻 火隻南奇 應該會比較好 應該會比較好 太遇到你了 吃三 飯 對 我會喜歡火隻的 我也喜歡 飲最便宜的價位 吞拿鱼 問三 我覺得真的不是很差 你說12元有兩件 抵不抵 我覺得挺大的 南奇吞拿鱼中拖羅 你不如放下碟 你不如放下碟 也有少許入口即溶 鮮味是比較多的 嗯 但如果提起這個 12元兩塊 還有27元一塊 我自己就覺得 我會選12元兩塊 嗯 那現在就吃完這個 海膽大拖羅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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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元一塊 37元可以獨立的吃到一個餐 嗯 我住了一塊東西 是啊 他住了 是貴的 他這個點子 很漂亮 那隻南奇吞拿鱼大拖羅 這塊再溶一點 嗯 這塊令人開心 在香港吃到這些 算是這樣的 那到底在香港吃這些 和在日本吃這些 最大的分別在什麼呢 就是 溶了之後 那些芋油的香甜甘香味 是啊 現在吃香港這些 有口溶 溶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 那股味很快就會變得 但是日本那隻呢 是溶完之後 你會保持著 不是腥味 那隻是甜 梅金的味 所以很適合 喝啤酒 嗯 我自己覺得 真的是酒鬼來的 吞拿魚他他 也就是這個 吞拿魚蓉壽司 我是喜歡吃吞拿魚蓉 多於吞拿魚 真的 我在外面很喜歡吃這些 不知道在這裡叫會怎樣 他是用最炸的香味來做的 但是對的 最炸的魚去做魚蓉之後 口感會好 嗯 但是你用一些高粒的來做融 這樣就浪費了 嗯 你噴進去吧 今天我們點了這個 什麼時令水果 那個皮子真的很大粒 是啊 大粒過 你的眼睛 那一定大過的 27元一碟 哈哈 哈哈 好吃 哈哈 它的果皮沒有結味 很清新很清貼 所以我覺得很好 證明什麼 證明它那些 那些 裡面真的淡淡肉 是不是很juicy 三文魚呢 原來有分三文魚 還有厚切三文魚 那我就決定兩個都點一點 真的五元而已 所以就是幫大家看看差多少 就是個個厚度 我們等了很久了 三文魚而已 你進去廚房切 它燒了 我最喜歡就是做火車 為什麼呢 你應該認證呢 做壽司 不行 我怕魚 哈哈 你們在那些突快豪列車 走過的時候 一下灑走它 那之後就算你這碟 只是灑走舊壽司 就是碟皮 只是灑走魚 你加飯 或者碟人 哈哈 教你怎麼來這裡 吃飯 吃飯 然後免費吃東西 誰知道以後真的有這個事情發生 我們就會成為第一宴魚飯 然後就 衣出來了 會拉的 哈哈 不要做這種事 大塊一點 對 紅色碟 這個就是厚切的三文魚 灰色碟 這個就是普通的三文魚 厚薄度 其實真的不算窗很遠 是大塊一點點而已 為什麼呢 普通料 但是呢 不同爭鮮料 嗯 當然 口切應該就是厚一點的普通料 雖然舊魚 可能沒什麼特別 但是它的口切呢 是 真的有口感好 是啊 可能來得這麼慢 就是因為口切還未溶得雪 嗯 他們在廚房裡 不停有口 噢 噢 噢 看看壽司師傅 在那裡 三文魚拖羅 就是三文魚腩 嗯 口感好舒服 很好啊 這個三文魚腩 比普通三文魚更好吃 口感好 是啊 就是它這個 在同一間店的比例 其實有點不同 吞拿魚 因為吞拿魚裡面 這個中拖羅 和最廢的拖羅 其實的差別 沒有去到很大 但是三文魚的差別 都真的很大 那這一個呢 就是 火隻三文魚拖羅 應該 入口即溶 溶了 嗯 嗯 好可愛 嗯 這個可以吃了 有一點掌聲 都是 因為它是魚腩 所以一燒完 那些魚油 就是在裡面 不爆發 但是對於我來說 如果它可以再厚一點 那它就完美了 不好意思 吃了一塊 那這個就是 親子三文魚他他 其實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它好吃過 欸 浪費 好吃 好吃過普通的三文魚 就是那個 厚切與不厚切的 普通三文魚 哦 竟然啊 因為你看到它有少少用魚腩做 因為這個是27元兩塊的 親子三文魚他他 我不知道這個 17元兩塊的 三文魚他他用料 是不是一模一樣 那它的仔細在上面 有沒有作用 很好吃 好殘忍啊 人類真的 很不喜歡人類 那我們吃完了 厲害吧 這次沒有 讀了 這個就是這次 我們的佔職 沒錯 消耗量都很驚人 哇 我現在慢慢拍照 想到頂了嗎 我們會不會得到 這個限量版布袋 一定會 對啦 剛才吃到這樣 等一下499元 499元 謝謝你 499元 終於都排隊 吃到一間壽司店了 是 終於都排到一間 潮流壽司店了 他幹什麼 這裏你給多少分呢 3分 哇 DONKI的迴轉壽司店 最終是獲得3分 在你眼中 不過我又覺得它不是說 是什麼很特別的壽司店 也是 給我自己的 是有3.5的 我覺得沒有一定來吃就很棒的感覺 純粹 在旁邊的超級市場買都可以 所以就不需要特別排 純粹是朝聖的性質走過來 我覺得男友分 要給你 男友分就有5.5分 這麼高分 因為你早起床來排隊 5.5分是比滿分高 對 0.5分是比你真的起床 因為他不是一個早上人 但他現在沒有遲到 對 早起床原來是加這麼多分 對於你說 對 對於你來說 對 這次的Gang Channel 就到這裏了 下一次的Gang Channel 會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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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哪裏 對 那裏 會在哪裏 潮流 這裏 還會到哪裏 我們在哪裏 會在哪裏